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考虑办加拿大移民的一些重要因素 那么我们知道呢,加拿大呢 在最近这几年又增大了吸收移民的力度 那每年呢都争取 说超过本国人口1%以上的移民数量 这过去几年呢,每年都增加了40万以上的移民 从比例上来说呢 比美国吸收移民的比例更高 当然总数没有美国多 那美国每年呢大概发出100万张绿卡 但美国人口比加拿大多 那这是一方面啊 所以呢加拿大移民比原来更有吸引力 我自己的一些中学同学,大学同学 也在考虑办理加拿大移民 有的已经办成了,登陆了,有的正在办 那么同时呢,在美国的留学生 在毕业以后呢,我们看到H1B抽签 中签几率比以前更低 在美国办Perm绿卡 有的时候等的时间也比较长 有的时候找工作也不容易 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变数 所以呢,也有更多的美国留学生 考虑办加拿大移民 还有呢,就是在中国 学生的家长考虑说自己或者带孩子 直接到加拿大去移民 或者把孩子送到加拿大留学 所以有很多人问我们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里呢,更新 再和大家讨论一下优缺点以及要注意的重要因素 那么办理加拿大移民呢 比如说,坦率地说加拿大作为一个跳板 那我暂时用加拿大的身份 解决我的身份问题 过后呢,我作为加拿大永居 我如果抽到了美国的工作签证 或者有其他方式回到美国工作 或者我加入加拿大的国籍以后 再用TN签证到美国来工作 那么这个呢,是另外一种考虑 当然有的人可能两种方式都有 目前这样规划 但是你总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或者呢,在接下来这两方面都会分析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那么先说呢,前面一点 在加拿大,长期定居 事业发展就可以一步到位 加拿大呢,福利说是比较好 那生活呢,可能也lade back一些 那一定程度上可能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 机会可以亲身去加拿大考察一下 如果没有这样条件 至少呢,你可以在网上多看一些视频 以及大家的实际生活在那里的人的一些反馈 各方面的分析 那一样因为你办理移民是手段不是目的 那很多人有的你需要去到美国或者加拿大呢 那你在那里有专业的工作 一个事业发展的途径 要不然可能就不值得 那么加拿大的优点嘛 前面提到福利可能比较好 那么缺点呢,坦率来的说 同样的工作可能收入比美国要低一些 而且呢,工作机会比美国少 那毕竟呢,因为人口要少一些 因为气候原因主要人口分散在几个大城市里 那么加拿大像这样大力引入移民 所以呢,那么移民的门槛相对 会可能要低一点 那么,另一方面呢 你也就面临源源不断的新移民 在工作方面的竞争 那如果你做的工作就是服务新移民的 那当然很好 但是如果你要和新移民竞争这个打工的机会 在工作收入啊,这个工作机会上 就会受到限制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 那有人提到说加拿大的公费医疗啊 是比较好 对吧 然后,但是另一方面呢 根据统计,加拿大的医生也有很多呢 会南下到美国来工作 因为呢,到美国他可以取得更好的收入 有更多的事业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一个平衡 那如果你要到加拿大去生活 那有的人过后呢,他又看到 觉得说,哎呀,我的某某同学 某某朋友,背景可能还没有我强 但是他呢,因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后来他再留在美国发展 可能有更好的职位 收入等等 这个孩子的教育机会等等 肯定呢,就是每一个地方 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但是呢,那你是否适合你自己 对吧,你要有这么一个判断 另一个呢,选项呢 是有的人提到 哎呀,我先去加拿大办了身份 过后呢,我再回到美国 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我自己呢 一样也有若干的大学同学 是这样的 有的人呢,加入加拿大国籍以后 又办了美国的绿卡 多几回在这期间待在加拿大 但是这个需要的时间成本 也就更多了 对吧 或者呢,你加入加拿大国籍以后 你可以有TN签证 但是呢,TN签证在美国 那么配偶用TD签证呢 不能工作 那么我们也有客户 说用TN签证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 但是现在呢,也考虑到 说要办绿卡 美国绿卡的问题 还有呢,孩子上学 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优点呢,你可以有一个保险 就是说有一个退路 那么从缺点呢 可能需要的时间就更长 是吧 整个这个流程 因为你要多这么一道手续 所以呢,这个是常见的优点和缺点 大部分人办加拿大移民 一般也就是这两种情况 要么是要长久的在当地定居生活 工作下去 要么呢,是作为一个跳板 过后呢,比如说再到美国 或者其他国家 那相应的利弊呢 我们刚才做了分析 那如果说你现在有加拿大身份 或者考虑正要办 这方面的相关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2023年 谈办理加拿大移民 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好,谢谢